會有第一順位選擇選擇的高雄九泰手環 指名的是 李漢森 恭喜漢森 三年前可能就看著自己的同學參加選修會 然後自己都沒有經歷過這個過程 然後今天有這個榮幸參加這個過程 我覺得滿幸運的 其實都有在跟九泰做一個訓練嘛 對 然後 在九泰的環境大概都滿了解 然後人事方面都還滿熟悉的 所以我覺得滿有榮幸加入這個九泰的大家庭 寶哥教練就是屬於那種快人準的一個教練 然後也希望延續在球員身上 然後我們球員大多就是偏年輕化 所以在這個球風上面適應的應該是沒什麼問題 台灣一盤球團指名的是 夫 士 薛 就是很開心 就是能夠得到台銀他們球團 或是教練團的信任跟肯定 台銀就是一支比較年輕的球隊嘛 那我覺得年輕的球隊可能在他們的團隊的氣氛 因為我之前也有去球隊練過 練過球 那我覺得他們的團隊氣氛都很好 那可能球隊的陣容比較年輕 那就是感覺到 感覺出來球隊的氣氛非常有活力 進去的話就先不要想太多吧 然後先從 上場有機會上場的話就先從防守做起 那就進攻的部分可能就看球隊教練團他們的吩咐 中間陣營主台選擇的是 盧俊翔 我覺得剛好今天是我的生日吧 那遇到選秀的第一輪 也這麼順利的第一輪 然後 那是覺得 已經到了人間的另外一間 然後 甚至希望就是覺得自己要再 成熟穩重一點 再給自己 給自己責任多一點 讓自己的責任性更增 其實裡面有剛好認識幾個 幾個學長吧 對啊 然後他們有跟我說 不願練球是需要積極認真一點 所以希望我去 如果有機會去到這球隊的話 心態要做一些改變 然後叫我積極一點